警方拿著搜索票找上門 原來他是詐騙集團車手 靠著領出被害人的血汗錢 來牟利 白色舊車停在路中間 被行徑團團包圍 這也是集團通貨 他們跑遍各大ATM領錢 領十萬現賺五千 而詐騙的手法 全是您最常看見的投資訊息 前奔利用通訊軟體 推薦投資平台 匡騙被害人加入 甲鴻達資本投資網站 宣稱代操股票就有高報酬 用明天會更好等話術 吸引民眾入坑 不過一切龍喜gay 在被害人發現沒有鬼本時 財經絕上當受騙 一名六十五歲電器業退休人士 原以為退休金可以翻倍 沒想到一千七百萬的退休金 全部都被騙光光 還因為借錢投資而負債 詐騙集團還會傳邀請卡 說在知名五星級酒店舉辦尾牙 企圖引到集團賺錢 加上進而讓被害人掉入現金 二十八歲的陳姓主賢 錢科雷雷 平常都在南部公廟活動 拉攏共犯一起賺錢 深入追查發現 主賢安活動勞母親 這次警方大動作將二十五名嫌犯一網打盡 但退休金恐怕追不回來 只能說投資理財錢還是要睜大眼 免得血本無歸 華視新聞 中間兩盤劍任 台北報導